大家好我是楼盛 这里是专注基础节的频道 今天讲一个非常关键的短线操盘技巧 我曾经录过很多的视频 后来呢更新的频率不是很高 因为最近大概一年的时间都在做现货 比特币突破2万之后 这一年的时间都在做现货 而且现货也做了非常不错的收益 合约只是开很少的交易 我在之前录视频的时候 合约只是止损300 400 500美金左右 那么现在呢也是现货的收益很高 而且合约赚了点钱 那么现在专注做合约 打了一个账号 那么单笔止损是3000多美金来做的 现在开了6笔 那么之前呢也开两三笔 也是赚的 但是当时没有绑定这个实盘 绑定之后呢是开了6笔 成绩在这里 那么后续呢每隔30笔 我会做一个记录 解说一下所涉及的质点 通过实盘来解释 可能会更好一些 因为我在录制这些教育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漏掉一些质点 当然即便如此 这些视频都是非常精品的 非常值得学习的 我在这里先提示一点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支点 这个支点呢有助于你在后续读图 但是你如果想自己操盘 一定是成体系的 看盘分析执行应变等等 成体系成系统才可以赚钱 出席学习一定要多复盘 用很小的资金去实战 实战至少上百笔 然后再逐步的扩大资金 如果说小资金都发获利 那么真正拿真金白银实战的时候 一定是亏损的 反复强调 只是一个支持点 你不能靠一个支持点就去交易 一定是整套系统才能获利 那么今天讲的就是回测突破点 就是我们在分析当中常说的知足互换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是根据某一个突破点 然后回测交易 所以说呢我们在讲操盘的时候 称呼它为回测突破点 那么它这是一个强趋势和趋势中的相体 非常好的入场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举交易 这些交易其实很多交易都或多或少 使用或者包括了这个支点非常关键 我们直接上试盘 先讲第一笔交易 这个是我真实参与的超短线空单 这是入场K线 就是这笔交易 我们在K线中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均线 因为我个人入场一定是先依附均线 如果说均线不支持 我是不会交易的 我们看一下 我已经把K线给回放了 没有展示后面的K线 然后我们看一下 当时发生交易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状态 首先一小时Vegas死差 然后暂时形成空头趋势 然后我们是在小级别交易 大级别死差 然后我们在小级别交易 所以说这一种交易呢 是符合趋势顺从的 我们并没有在一小时图上去做趋势交易 OK 也就说 一小时是死差 然后我们在数中图去做空的交易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符合我们讲的趋势顺从的原则 然后同时我们做单的价格 也是一小时图上的双倍均线 就是两小时Vegas 也是符合我系统的 因为形态和价格发生在均线上 我才会参与 如果说当下的形态和价格 并没有在关键的推动均线上 我并不会参与 那什么是推动均线呢 我之前的视频讲过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讲了 之前的实战视频 或者理论视频 我都是有讲到的 都是有讲到的 你可以看一下 逐个看一下 OK 我们现在进入到刚才讲的回测突破点 我们先在数中图看一下 价格是如何触碰均线的 均线已经隐藏 刚才我们看到均线就在上方 对吧 为了方便更好的视约效果 我把均线隐藏了 我们关键讲一下 价格是如何回到均线 如果说这个价格 它是一笔打到均线 我并不会因为它触碰了均线 我就去做交易 一定是有形态的支持 我们看这里 这是我们做单的形态 做单的日期是24号的早上9点25分 就是这根K线 这根K线 当下15分钟是一个阳线 我们稍后展开到更微观看一下 它是三推 三推触碰了均线 三推是我们常讲的能量耗尽的状态 一推 二推 三推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能量耗尽的形态 三推 打到了均线 然后我们换到更小周期看一下 我们入场的K线是这根阴线 当然我们在刚才入场的时候 我们看下价格 价格是 534332.66 那么价格实际上呢 是在 这一根K线的上方 它当时还是阳线的时候 我们就入场了 入场以后呢 变成了阴线 OK 我们在图中标记两个突破点 这一笔下跌 突破了哪两个点 这个点 以及这个点 OK 我们在突破这个点之后 这根K当时还是阳线 我们看到它有上影线对吧 当时它还是阳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入场了 入场以后呢 它继续下跌 下跌以后反弹 因为我们做短线 入场之后要时刻观察订单状态 止损的话肯定是放在形态上方 止损会放在上方 但是我们需要时刻关注 这笔交易的状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跌破了这个点之后 反弹 为什么反弹之后不慌呢 因为它回测了这一个突破点 它回测突破点之后继续下跌 那么这一个原本的支撑 就变成阻力了 为什么 强趋势和确中相体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个相体 大周期的相体 这里是一个相体 那么相体就是高空低多 那么在上方就是阻力 在阻力中 预阻 在超短线的支撑跌破 那么这个支撑呢 就成为阻力 是回踩突破点的入场 那么这笔交易呢 是最后手动平仓出局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价格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我并没有慌张 虽然说达到了一个目标 然后回抽 为什么不慌呢 它是回踩了突破点 它突破了这个位置 然后回踩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 我为什么要手动平仓呢 这笔交易的平仓均价是 4258 是分两次平仓 最终的平仓均价是在4258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跌破之后 跌破之后 并没有延续下跌 而是回到了这一个平台之内 回到这个突破点之内 所以说呢 我们平仓 那么两笔平仓的均价 就是4258 这就是一个回踩突破点的实战用法 然后我们看第二笔交易 这笔交易 因为限太短 我并没有参与 但是我第一时间就在群流分享 分享的时间呢 是23号的 北京时间23号的中午12点左右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就是我现在打在屏幕上的图片 我们看一下 当时正在发生比特币 顺势下跌 远离了这个突破点 回踩突破点之后 是雄奇下跌 我们在K线上展示一下 看一下时间 时间是23号的中午11点 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OK 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 把K线给回放到这里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还是第一件事 我们看均线 这笔交易我没有做 一方面是限太短 另一方面 严格来说并不是我的系统 但是它符合这个回踩突破点的入场方法 首先均线是空头趋势 所以说我们寻找短线做空的机会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笔强烈的下跌 大幅远离这个突破点 大幅远离突破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我在后面会做一个总结 必须是大幅突破后的回调 我们看一下 大幅突破 然后如何回测这个点 刚才讲到了如何回测均线 那么这里呢就是如何回测这个突破点 这笔下跌突破了这一个点 对吧 这里是一个点 大幅突破这个点 它是如何回来这个点呢 是雄旗 为什么是雄旗呢 我们之前经常讲 在试盘分享中经常讲 如果说价格是强势的阳线 那么它不能被称为雄旗 即便它是这种通道 但是它非常强势 我们不能称它为雄旗 这种高度重叠的K线 我们可以把这种通道称为雄旗 我们看一下 带有上下长影线的阳线 随后带有长下影线的阳线 一根阴线 然后呢 上下都是长影线的阳线 上下都是长影线的阳线 上下都是长影线的十字星 然后呢 这根K呢 是十字星 但是我们发图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发图的时候价格是57024 当时价格还在这个位置 还并没有收成四字星 OK 我们看一下 空头趋势 趋势原则 对吧 大幅突破某个点 雄旗回侧 所以说我们在突破点附近入场 目标呢 就是拿到这个阴线的低点 那么为什么拿到这个阴线低点呢 虽然说行情后续又低了很多 我们看一下 OK 虽然说行情后续又低了很多 但是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做点短线 为什么拿到这个点呢 因为这个阴线的目标 就是当下短线 阴线 空头力量 所能达到的目标 第一目标 把它作为止盈 这根K呢 就止盈了 那么由于说这个线太短 我并没有做 当时就讲到了 我只是讲一下逻辑 这笔交易 我并不会真的去参与 OK 这笔交易 如果假设参与的话 是止盈了 那么如果说 这笔交易发生在 4小时周期 或者说价格幅度再大一些 我就会真实参与 OK这是熊奇回测突破点的用法 然后最后我在盘面上 再找一个案例来解释 这个是外汇的 我并没有参与 但是我经常看 因为最近的经历 在币圈 我在下个月 可能会把外汇重新做上 我有很长时间 没有去做外汇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澳元 澳元还是很适合 用这方法的 首先必须是趋势之中 我们讲到 必须是趋势之中 或者说趋势中的箱体 刚才第一个品种 以太坊的空单 就是趋势中的箱体 那么本质上的逻辑是一样的 你要掌握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再看 澳元的这个走势 我们现在正打算做一笔交易 目前没有给到 我们先看一下逻辑吧 首先必须是强趋势 那么强趋势突破某个点之后 我们看到 突破某个点之后 它大概率呢 会回踩这个点 那么回踩这个点 就是我们多多的时候 那么新手参与 包括我个人也是 建议找到均线的推动级别 我们看一下 当下的均线是多多排列 对吧 然后我们找一下 均线的排列 找一下这个推动级别 OK 为了方便展示 我就把其他的均线删掉 我们发现 行情 乘多多趋势运行 同时踩住了 一小时级别的EMV120上行 那么一小时级别的EMV120 就是当前周期的推动级别 OK 那么从这以后 我们开始做交易 我们发现 这一笔拉升突破了什么位置 突破了这一个高点 OK 这就是突破点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后续 回踩突破点的时候 入场做多 我们发现 后续回踩突破点的时候 同时也是刚才我们总结的 推动均线 那么这就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做多的位置 那么突破这个点之后呢 它并没有给到 但是给到均线 它回踩突破点 有时候会精准的回踩到这个点上 有时候不到 OK 所以说呢 我们就需要借助均线来参与 那么这里呢 就是推动级别均线 同时双底 我们可以参与做多 OK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当下的行情 当下的行情还没有走出来 我们后续很可能会参与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空头趋势排列 同时两次一小时Vegas推动 那么现在呢 是突破了很多个这样的低点 我们后续呢 就正在观察 它针对我们刚才标记的突破点的回测 我们来看一下 日线下跌 熊旗 跌破熊旗 那么大概率呢 后续会有一个反弹 那么这个反弹如果出现 我们就会根据 推动级别均线 以及寻找突破点 我们在途中可以标记出很多突破点 那么配合到这个均线 就是我们入场的时候 那么现在还没有给到机会 那后续如果澳元反弹 我们会在这个均线 以及突破点去做空 我想这个方法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也非常适合做短线 按照这样的看图方式 这样的思考方式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入场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趋势 看到了价格 真的回踩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回踩到什么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关注突破点 以及突破点附近 来寻找具体的入场的点位 那么总结一下 第一呢 就是必须是大幅突破后的回调 当然这个是看K线的比例 而不是涨跌幅 因为这个外汇你看一下 它突破的百分比 可能就1%2% 但是K线的比例已经很大了 比特币波动比较大 随便突破就10% 那比特币和外汇的百分比 是不能对比的 但是我们看的是K线的幅度 OK 必须是大幅突破后的回调 如果说它并没有大幅突破 这种突破的回踩 我不建议去操作 非常高的高手 可能会在这种窄幅突破 回踩中入场 但是我个人不建议 第二 是否和均线同一方向 我们做的是顺势交易 而且只做顺势交易 那么止损怎么放呢 就是看是均线止损 还是形态止损 就像我们刚才给到的 这个以太坊的空单 它是有均线的 我们可以放在均线上 同时也给了形态 我们可以放在形态上 都可以 就是形态止损 或者均线止损 我们既然用隧道做单 那么经常用隧道止损 都是非常好用的 那么在实际入场当中 建议大家思考三个点 第一个呢 就是均线 我在前面分享的时候 也讲到了 如果说这个形态 它并不发生在均线上 我不会参与 第二 形态 它是雄旗 还是三推 还是说其他的 利于我入场的形态 来触碰到这个均线 以及触碰到这个突破点 如果说它回踩突破点 一看就是不能做单的形态 我并不会因为 它回踩了突破点 我就去入场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点位 那么这个点位呢 就很考验 操盘手 交易者 他的综合能力 就是说 价格运行到这个点位 我们不考虑均线 不考虑其他的 单单只看这个点位 适合做东还是做空 我们三个角度 三个维度 去审视这笔交易 至少满足其中两点 那么它就是一个优质的交易 满足均线 满足形态 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交易 我们来看当下的一个视频 这是我今天录的 我在今天上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呢 想录视频 刚好赶上中午吃饭 那么想着吃饭之后 马上录出来 那么录出来呢 就跌了 我们看一下当下的走势 所以说 为什么讲均线形态点位三点呢 我们看一下当下的以太坊 看一下以太坊的四条图 以太坊四条图的均线 还是震荡偏多头的 它并没有说 这两条均线持续的缩窄 还没有到看空的阶段 但是呢 它的点位和形态是非常看空的 所以说 我们也是给出了提示 那么如果说 你只从均线的角度来说的话 你是不能够看空的 没有理由看空 对吧 所以说 均线形态点位 三个维度满足其二 就是一个好的交易 OK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这样 我们在后续呢 也会展开很多点来讲 你如果只听这一个点 可能会感到非常的迷惑 那么后续呢 会逐渐的完善 整个操作的体系 以及有更多的石盘 更多的案例来去做解说 OK 先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